你敢信 在沙漠光伏这项技术上 欧美都得向中国低头 他们花费了几千亿美元 都没办法搞定这项技术 却被中国做成了 并且还成为中国西部发展的一个契机 这可不是我瞎说 早在2009年时 为了解决欧洲能源不足的困境 就有十多家欧洲企业联合起来 定制了一个非常宏大的计划 沙科 就是在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中 建造一个超级太阳能发电站 为欧洲提供电源 如果计划成功 欧洲将彻底摆脱能源依赖 实现自主可控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他们计划投入5000亿美元 到2050年时 欧洲六分之一的电力 都可以靠这个超级发电站供应 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因为低估了在沙漠中 建造光伏发电站的难度 欧洲的沙科计划 只用了不到五年时间 就失败了 欧洲在沙漠光伏上失利 美国也一样 2013年时 奥巴马政府也推出了一项 电力非洲计划 预计要投入70亿美元 为非洲国家建设 风能光伏等设施 当然结果也没啥变化 欧洲这么大的投资都没成功 美国的电力非洲计划 也没了下文 欧美在沙漠光伏上 先后折戟成沙 而中国的DEP300万千瓦 沙科荒光伏发电项目 前不久在宁夏成功并望 中国的这些沙漠光伏发电站 不仅可以转化太阳能为绿色电力 甚至还能通过发电站 将沙漠变成绿洲 变成鸡鸭牛羊农家乐 近代的联合国 我国库普吉沙漠就曾获得过 全球沙漠生态经济示范区的称号 为何中国的沙漠光伏发电能成呢 靠的就是中国对沙漠治理的不懈努力 欧洲沙科计划之所以会失败 主要是低估了在沙漠中的缺水程度 沙漠中的沙尘会经常氧起来 盖住光伏面板 所以需要经常用水清洁 保证发电效率 而撒哈拉沙漠 白天的温度都是50度起步 如此高温天气 单单运送过去的水资源 都很难保存下来 可这个难题 对于有多年制沙经验的中国来说 被巧妙地解决了 其实沙漠中并不是没有水资源 沙漠昼夜温差大 月晚最冷时 温度可以降至零下10度以上 甚至在清晨时 还会有一些水滴 凝结在光伏面板上 滑落到地面 在正常的沙漠环境中 这些水分自然无法保存 可中国的光伏发电站却不一样 我们会在发电站的周边 种上植被树林 减少沙尘侵扰 又会在光伏面板下面 种植草方阁 防风故沙 就这两个土方法 竟然让光伏发电站 变成了绿洲 原来在夜晚时 空气中的水蒸气 遇到光伏面板凝结成水珠 掉落在草方阁里 白天的时候 这些光伏面板 又可以挡住大部分的阳光 减慢草方阁里的水分蒸发速度 日积月累之后 工作人员发现 光伏面板的下面 竟然长出了一堆堆小草 甚至这些小草 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都没过了光伏板 影响发电效率 最后就变成了 工作人员除了 清洁面板以外 还得定期除草 非常麻烦 后面工作人就想 既然需要定期除草 那还不如养些羊群来吃草 羊掌标了 还能买钱 于是光伏发电站 除了治理风沙以外 又跟牧场养殖 大上了线 那既然光伏发电站 能成为牧场 那是不是能邀请 其他人过来参观的 所以又也变成了 光伏至沙家旅游的路线 比如位于库布奇沙漠的 光伏发电站 竟然用70万9520块 光伏面板 搭建起了一个骏马图形 并获得了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 当然 这可不是匹沙漠中的骏马 仔细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光伏面板的底下 已经长出了绿色的植被 所以它是真正的草原骏马 还比如宁夏的腾格里沙漠 当地的光伏电站 竟然把6.5万亩的沙丘 变成了草原 光伏面板下面不仅放着牛羊 还种起了枸杞 在沙漠中搞起了农家乐 当然了 沙漠光伏获得的好处 还不只有这些 因为它们出色的 制杀效果以及发电能力 国家对沙漠光伏发电项目 越来越支持 建设了大量的光伏发电站 所以又产生了 大量廉价的绿色电力 而这些电力又吸引了 其他高能耗的企业过来建厂 比如锂电池 轻能源的能产业 而这些产业 又进一步促进了 当地的经济发展 一块小小的光伏面板 竟然能突破各种限制 不仅改善了环境 还让当地的老百姓 过上了好日子 我们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期待 在这片广袤的大西北土地上 能够复现 赛上江南的盛景了